谁叫我水水或者鸡鸡 最近网上拉了一波仇恨 说全别过地都在争伤了 结果四吹还在下雪 这些大家都觉得四吹很凉快 而鸡鸡今天就把你们带到超厂爸爸头 再压君子 感受一下四吹40度的凉爽 同一个太阳底下 解放军4K正在执行圣户 大家苛子嗨跟到流 不仅是因为热 还是因为恐怖分子要挟了一个人质 大家都不敢略动 掌柜发令不要伤了人质 大家都只能get on your 带聪明的冷风迅速明白 不伤害人质 那就要赶快伤害恐怖分子在 于是来了个烧气的走位 准备速战速决 长官喊他不准再来 带冷风取下了耳麦 表示 我不听我不听 于是他在恐怖分子长生的墙壁上开了三枪 最后直接吹墙爆头 结束了战斗 冷风一回去 就被长官把脑壳都骂冰了 你以为你长得帅 智商高 继续术好 就可以不听命令啊 像你这样的耗子死 是肯定不能继续留在这里的 所以你赶紧收拾包包 去我们载狼中队 于是冷风加入了载狼中队 成为了一名光热的帖主兵 在载狼1里面 冷风作为载狼队员 刺杀敌人的狙击手 我每决帖主兵近身揍过 最后打败了要带我中华的坏人 作为军人的冷风 已经非常牛逼了 但他还是不满足 因为他的梦想 就是在载狼2里面 变成中轨的金刚狼 为了失卸这个愿望 导演吴京这次来到了非洲 他刻苦练习功夫 把自己放在最艰苦的环境磨裂 想让自己成为像金刚狼一样的来人 就算拳头里长不出爪子 他也没有放弃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吴京终于找到了网红 达康书记吴刚一起出道 终于组成了铁都打不动的贴腿 金刚狼 看到达康书记 还有点网红的狗像包袱 吴京亲自带到达康书记练习 第一步 握枪 我们现在是打枪 不是你跟那些退休老娘娘跳太爱过好 还三不一回头 五不一招手 第二步 握倒 开到有敌人了 用手往下戳 你来戳一遍 看见有敌人了 往下戳 对头 开枪 开枪 你屁儿撞那么高盖啥子 在赞狼二里 金刚狼组合要去非洲解救自己的战友 毕竟里面不仅有战友 还可能有自己的女朋友 但光有金刚狼组合还不行 还要有装备 机机从预告片里就看出来了 无尽的进步很大 在第一步里 他还只用弃手肉搏 第二步里 就直接上台开副队了 开到我们鬼家的军人能力越来越强 装备越来越好 机器不禁改叹 载狼二 有钱了 终于不用开那些辣眼镜的手撕鬼子天下了 来 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个国家已经全面陷入内战 我们侨民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危害 没有人所夺的允许 我方作证禁止建筑 冷风鬼 你要去到华字工厂 还有一部分我国的原飞工作人员 我们只能等你十八小时 他们现在已经雇用了欧洲价最高的雇用 这却损失了 你就是战狼 终生是战狼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狼攻队 冷风 放射 战狼 我活的 等你 你一千战友 抓我了 开他